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我们要讲的是第二个大问题 就是关于菩提心 我们讲的菩提心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 那如何的发起菩提心 如何的发起菩提心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 如何的发起菩提心 那么这个关于这个发菩提心的内容呢 在战传佛教里边 常规有采用的是两种方法 一个就是七知因果 还有一个就是自他相患 那么在如何发起这个菩提心的这个部分里边 主要是帮助我们如何根据这个七知因果和自他相患 把这个菩提心 把他发起来 把他引化起来 把他发起来 那么在道次帝论里边 他还有关于就是说 不仅仅是要发起来 如何要固定住 那么还有关于菩提心的戒 这也是这个道次帝 关于这个如何发菩提心的一个共点 那么先要讲的第一个就是 关于七因果的问题 关于七因果的问题 就是这个七因果的发心 它是属于阿底侠尊者的传承 是属于阿底侠尊者的传承 七因果者 什么叫七因果 为圆满佛果 从菩提心生 彼心从 真善意乐生 从真善意乐生 彼心从真善意乐生 意乐从大悲生 你们那里有没有这段话 大悲 从 慈生 慈 从 报恩生 报恩 从 念恩生 念恩 从 知母生 如斯 赐地 说 为七因 这个赐地 就是这个菩提心 怎么样能够把它发起来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套路 这个套路呢 一共有 就像做广播体操一样 一共有七个 有七节啊 有七个心理步骤 就是心理引导 其实这是属于一种心理引导 那么这个心理引导呢 它只要有七个部分组成的 那么这个七个部分的引导呢 它是一个非常合理的一个赐地啊 这个在战皇国教理工夫 广泛被使用的一种 发心的心理引导 那么这个七因果呢 建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啊 这个赐地告诉我们 为圆满佛果 从菩提心生 为什么要发菩提心 为什么要发菩提心 因为圆满的佛果 圆满的佛果 它是从菩提心产生的 如果你要想圆成无上的佛道 那你一定要发菩提心 不发菩提心 可以不可以成佛啊 那一定是不行的 这个是要生性不移 那 比心从真上意乐生 比心什么心啊 菩提心 菩提心是怎么样生起的 怎么样才能生起菩提心 从真上意乐生 什么叫真上意乐呢 这个真上意乐啊 就是 当然我们说这个真上意乐 可能要结合前面的这个大悲啊 要结合前面的大悲来说明 就是大悲心来说明 大悲就是对众生的这种发苦 以快乐 我们看到众生的这个痛苦啊 生起一种悲悯的心 生起一种慈悲的心 然后呢 我们要把众生呢 帮助他从痛苦里边 解除出来 解脱出来 这个是属于一种悲心的表现 这是一种悲心的表现 如果我们对一个众生生起悲心啊 这个就是一种很狭隘的悲悯之心 其实这种悲悲之心每一个人都会有的 这个孟子讲的特隐之心 人皆有之啊 但只是我们平常的人 我们的悲悲之心是非常的狭隘 比如说我们喜欢的人啊 跟我们没有利益冲突的人啊 我们看着顺眼的人啊 或者说我们看到小孩啊 我们容易生起来 我们这个悲悯之心是很狭隘的 但是佛教讲的大慈大悲呢 就是要把这个悲悯之心啊 你要把它扩大到一切众风风战 对每一个众生 乃至蚂蚁蚊子 苍蝇 蚱蚁 老鼠啊 你都能够生起这种悲悯的心 都能够想着 都能够对他们有充分的理解 充分的接纳 要想着要帮助他们解除痛苦 那这就是一种大悲 所以大悲就是一种无限的悲心 一般人的悲心呢 就是属于一种有限的悲心 那么这种无限的悲心啊 像僧文的圣者也会有的 他们通过修无量 是无量心 他们也能够做得到了 还不是菩萨的悲心 菩萨的悲心呢 就是建立在一种 真善的意乐的基础上 也就是我要把解救 一些众生的痛苦啊 当作是我生命中的使命 当作是我的责任 也就是对解救众生的一些痛苦 自己呢 有一种承担的精神 这是我的 我一定要这样去做 这是我的使命 这是我的工作 这就是我的生命的责任 当你对一些众生 生起这样的一种责任感的时候啊 这就是属于一种 真善意乐 就是强烈的 我要去帮助一些众生 把利益一切众生 帮助一些众生啊 当作是自己生命的使命 这就是真善意乐 所以菩提心呢 是从真善意乐生起 因为你有承担 你对众生的悲悯啊 有一种承担的 这样的一种使命啊 你才有可能生起 真正的属死心 那这种真善意乐 从哪里产生的呢 是从悲悯之心生起的 从大悲心生起的 如果你对众生 没有悲悯之心啊 那你不要说承担了 你管了 那你根本就不会去做 利益众生的事情 所以首先你要有大悲心 你要对众生啊 要有悲悯之心 那这个悲悯之心啊 无限的这种悲悯之心啊 它是生起 生上意乐的因 根本 然后大悲从慈生 大悲心是从慈 慈就是意乐 看到这种痛苦啊 我要给他快乐 我要给他快乐 有这种我要给他快乐的 这种意愿 所以 那么这个慈心啊 它是生起我们悲心 其实慈心跟悲心 在这里面这个因果 倒也没有必然的关系 其实在佛教里面 经常把慈和悲啊 合在一起说的 但是就是要给予众生快乐 要拔除众生的痛苦啊 这个是慈悲心的特征 这个是慈悲心的特征 就是我要给他们快乐 我要帮助他们解决痛苦 那么这种心如何生起呢 这种心就是要从报恩心生起 我们要认识到通常人啊 我们要对众生 身体这样的一种慈悲心 其实是会 其实是一件满难满难的事情啊 我凭什么要给他快乐 我凭什么要帮助他 还有呢 很多人觉得 我对众生不感兴趣 我对众生没有好感 对不对 或者我们会觉得 众生是众生 我是我 我为什么要帮助他 甚至我们会觉得 哎呀 这些众生这么渴 活该 是不是啊 这些心理都是我们通常 最容易出现的心理 还有呢 我们会想到 当有利益的时候 利益充足的时候 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自己 不会想到是众生 尤其是当我们的利益 和众生的利益充足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要为我服务 而不是为众生服务 所以等等啊 这些心理啊 其实在我们产生慈悲心的过程中啊 这是我们最难克服的心理 所以呢 如何要生起慈悲心啊 那么就要通过 以下的几个步骤 就是报恩 念恩 之母 这个三个步骤是帮助我们 生起人生起慈悲心的 非常重要的因素 首先就是要报恩 我们想到因为众生对我们 其实是有恩 一切众生啊 在无始以来 他们是对我们有恩的 那么怎么样 那么怎么样 众生怎么会对我们有恩呢 众生怎么会对我们有恩呢 其实这个就要 这个就要追到前面的第一个环节 就是要知母啊 知母 也就是在无尽的轮回中啊 一切众生可能曾经都当过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 都当过我们的母亲 当我们把一切众生啊 都当做我们的母亲之后啊 我们就要去思维 她是我的母亲 既然是我的母亲 她曾经肯定是有恩于我 他们把我们如何从小啊 生下来之后 如何的辅逸成人啊 然后你要在那里不断地思考 不断地思考 其实这个整个过程 主要就是培养你对众生的好感 其实我们说 对众生难以生起慈悲心的 说 说透的 就是我们对众生啊 难以生起好感 如果我们对我们有好感的人啊 我们自然就能生起慈悲心 关键是我们对一般人 不容易生起好感 其实问题就在这里 所以你就是要培养 对一切众生的好感 你要培养对一切众生的好感 所以你要通过不断地思考 你要对哪一个众生啊 你觉得你对哪一个众生啊 没有好感 你就要去不断地思维 通过在这个思维的过程中 来调整你自己的观念 来改善你的观念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一旦观念改善了 你就很容易生起慈悲心的 因为你看众生 看世界的眼光 你就不一样了 你就会充满着一种慈悲心 去看世界 反过来说 如果你没有好感的时候 你要让你自己去 对众生生起慈悲啊 那是没有办法收服自己的 那是很难的 所以呢 报恩 念恩 知母 这是生起慈悲心的前提 而慈悲心生起之后啊 而慈悲心又是菩提心生起的 因 也就是我们一个人 我们要有慈悲 要有慈悲的这样的一种心理 心理的因素 要有悲悯之心 有悲悯之心的人啊 就比较容易发菩提心 如果没有悲悯心的人啊 你要叫他发菩提心啊 很难 别的人很冷漠 很酷 他对众生呢 不感兴趣 这个 所以呢 现在就是说要有悲悯心 悲悯心其实也是 我们说这个人有没有大乘种子啊 其实也就是 看看这个人有没有悲悯心 其实他要是有悲悯心啊 他就是大乘种子 他要是一点悲悯心都没有啊 其实这种人就是没有大乘种子 当然如果说没有大乘种子 并且不是说绝对的就不可以培养 也是可以培养 但培养起来非常的难 因为每一个人生命的积累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生命的积累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天生的 他就是很有悲悯心的 很有爱心的 有的人天生的就是很自私 他就是这样子 当然我们说的天生 这个也是相对而言 其实所谓天生的也是代表着你过去生命的一个积累 你的积累可能就是一个很有悲悯心 他的积累可能就是一个很有自私心 一点悲悯心都没有 每一个人的生命的积累不同 所以在佛教里边 在为世中里边 为什么有五种性的说法 有的人就是身文种性 有的人就是菩萨种性 有的人就是读觉的种性 有的人就是没有种性 有的人就是不定种性 就是有的人的性格 他的弹性比较大 他看到一些菩萨跟菩萨种性的人在一起 他就会修菩萨行 他要跟身文种性的人在一起 他就会比较喜欢追求个人的处理 也有的人他就是很有爱心 有的人就是没有爱心 有的人只会考虑自己 有的人他就会更多的去考虑别人 当然从国法的引起的角度来说 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绝对不变的 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但是同时呢 我们也要承认这种生命的差别性 也就是人天生的就是不一样 而这种不一样呢 当然我说的天生的 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而言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代表着自己的一个无尽的积累 当然这种积累可以改变 但是要改变不是很容易 所以要通过修行 不要通过修行 那么这个就是七因果 七之因果的修行 那么关于这个七之因果的修行 这一部分内容里边 就是如何来修行这个七之因果 在这个修七之因果之前 我们先要培养两种 两种数字 先要培养两种生命的数字 这两种生命的数字培养出来之后 我们先要认识到 就是这个两种数字 非常重要 那么因为只有能够 我们只有具备了这两种生命的数字呢 我们才能够很好的发布匹匹 否则我们是很难的 那么这个两种数字是什么 第一种就是大悲心 就是大悲心 就是大悲心是大乘佛法的根本 大悲心是大乘佛法的根本 就是大悲心 大悲心其实是在大乘佛法里 菩萨道的修行里边 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 其实菩提心 它是要建立在这种大悲心的基础上 所以我们在修学菩萨道的过程中呢 我们始终要意识到 这种大悲心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所以普贤行愿品里边所说的 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固 精于众生而起大悲 因大悲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成等正觉 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固 诸佛如来 他的生命的品质就是大悲 体就是品质啊 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菩提心的修行的过程中 就是我们首先要意识到大悲心的重要 悲心的重要性 因为整个菩提心的修行 它是建立在悲心的基础上 同时最终它要完成的也是悲心 以悲悯之心建立菩提心 反过来以菩提心来完成这种悲心 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没有悲悯之心 你就不可能花菩提心 但是呢 如果没有菩提心啊 你的悲悯之心就没有办法无限的扩大 你的这种悲悯之心啊 就不能没有办法提神 像佛菩萨那样 成为佛菩萨的那种大慈大悲啊 所以菩提心的修行 其实就是 它的核心的内容就是悲心 就是悲心 那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一点 还有一点呢 就是在这个 菩提心的修行的过程中 要修平等心啊 要对一切有情生起平等心啊 如果你没有平等心的话呢 这个菩提心也是修不起来的 你要没有平等心的话 你就会有 你就会有一种强烈的 好恶的情绪 当你对众生好的时候 可能对众生啊 会生起贪着的心 那贪着的心是属于凡夫心 跟菩提心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平常世界上的爱啊 其实都是属于一种贪着的心 都是属于一种有懒无的 而这种有懒无的爱 它是带着执着 它是包含着痛苦 这个跟大悲心是两码事 那么要不就是恨 要不就是爱 所以我们没有平等心 而这个慈悲菩提心呢 菩提心的修行啊 它必须要建立在平等心的基础上 也就是你要对一切众生啊 都能够生起平等无别的心 我们昨天引的经文啊 就像我们昨天引的经文啊 你的例子 你的心就要像大地一样 没有简直好跟不好 大地可以承载万物 但是它不会去分别 因为你是好好的东西 它就高兴 因为你是不好的 它就讨厌 你的心要像悉空一样 能够把一切众生都能端到你的心里边去 一个都不要遗漏了 这就是需要有平等心 需要修平等心 所以在修这个菩提心之前啊 我们要对这两种心理 两种素质啊 我们要意识到这两种心理 和两种素质的重要性 因为唯有具备这两种心理和两种素质 我们的菩提心才能花得到位 我们的菩提心啊 才能花得圆满 或者我们花了半天啊 事实上都不是菩提心啊 都是个人的一种情感 个人的一种情绪 都是有懒悟的 那么接下来要先说的就是大悲心的重要 就是大悲心是大臣道的根本 也就是 也就是大悲心的修 在大臣菩萨道的修行中啊 这种大悲心呢 它是贯穿着我们修行的至始至终 从开始 一直到最后的严满成就啊 都没有离开大悲心 因为我们最后要成就的就是大悲啊 那刚开始你必须要有悲悯之心 作为开始 都不能离开大悲 所以说首先说刚开始的时候的重要 就是你花菩提心啊 你首先要有悲悯心的重要 若为大悲 这是不是都是脑子啊 脑动其欲得 为另一切有情出生时故 而起决定事业 若悲心若 则不如是 菩提心的发起啊 是因为这种大悲心 有这种大悲的心啊 推动着你去花了 那么如果是因为这种大悲心 推动着你去花啊 那你的这个 你的这一份菩提心 你要想要利益一些众生 你要想要帮助一些众生的心啊 你一定是花至内心的 因为它是从悲心里边发出来的 就像这个母亲啊 面对他的这种这个孩子 这样的一种心情 他一点都没有造作 他就是一种百分之百的 发自自己的内心 我就是要帮助我的儿子 我要让他不要痛苦 他痛苦的时候 你心里边想着 我如何要解除他的痛苦啊 在佛经里边也经常用这种比喻 就像母亲 面对自己的这个这个儿子 这样的一份心一样 所以若为大悲 劳动其欲得 就是大悲 由这个大悲心花起啊 大悲心花起了 花起什么呢 为了一切友情出生死 为了帮助一切众生 解除轮回 解除生死啊 然后才生起决定的事业 也就是我要利益一些众生 我要为利益一些众生 我要帮助他们解除轮回啊 那么也就是这个菩提心啊 就是他一定是要建立在悲悯之心 大悲心的基础上 若悲心 若则不如是 如果悲心落啊 如果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没有悲心 或者说我们悲心很弱 我们说我要利益一些众生 其实这只是一种说法 我们经常都会说 但是让我们经常在说来说 都会把它变成是一种说法 在嘴巴上说一说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奇怪呢 经常会说 但真正 但真正就是说 你没有这样的心理 你只是说说而已 其实你是没有具备这样的一种心理 关键是要你要记得有这种心理 不是在于你怎么说的问题 关键是要你有这个心 要能合乎无疑众生之解脱众论 而得自在者 若不合担 合乎此淡 则不能入大城 故大悲者 疑出极为重要也 就是所谓这个 就是这个悲心 这个悲悯之心 这个悲悯之心 要发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是作为 这个菩提心的身体 他的悲悯之心 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是要合乎无疑众生 就是要担负着一切众生 解脱的众论 作为自己的生命的使命 就是菩提心要发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这样的一个程度呢 那么一定就是要 以这个悲悯之心 作为基础 若不合 付此淡 则不能入大城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种意愿 那你就不能进入大城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种意愿 也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种 菩提心的意愿 那你就没有资格进入大城 你就不是大城邪人 如果你是大城的邪人 那你一定就是要 具备这样的一种气魄 要具备这样的一种意愿 生命的意愿 故大悲者 移出极为重要也 所以这个大悲心 在这个菩萨道的修行之初 就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唯有那种 大悲心 你才有可能 你才有可能 发起这样的一种 以承担一切众生为解脱的使命 这样的菩提心 如果你没有大悲心 你一定是没有办法发起这样的菩提心 那么下面 引经 无尽会经营 大德舍利福 不赐诸菩萨之大悲 无尽也 可以故 为前导故 大德舍利福 所谓 辟诸气息内外动者 世人命根之前导也 如是菩萨之大悲 是正修大乘之前导也 在无尽一经里边 这个 说引了 就是大德舍利福 就是可能是佛陀啊 对这个大德舍利福说的 他说 福次诸菩萨之大悲 无尽也 就是菩萨的大悲是无尽的 菩萨的生命啊 他的本质是什么 他的本质其实就是悲 悲悲无尽 他的生命的实际就是悲悲无尽 这种无尽的悲悲 推动着他的生命 生生不已的在轮回中 不断的做利益众生的事情 何以故 为前导故 因为大悲 是菩萨修行的前导 大德舍利福 辟诸气息内外动者 世人命根之前导 那么大悲对菩萨的生命的重要啊 就像气息 呼吸对一个人的生命的重要 因为有的呼吸 我们才能够得以生存 同样因为有的大悲 这种品质 因为有的这种悲悯之心啊 菩萨才能成为菩萨 如果没有悲悯之心啊 那菩萨就不是菩萨了 如是菩萨之大悲 是正修 大胜之前导 所以大悲是菩萨修行的前导 有相头三心一云 文殊十利 云何为诸菩萨净气行 云何为处 文殊十利也 答应天子诸菩萨净气行者 大悲也 处者有情也 在这个相头三里边 三经里边啊 天子请问这个文殊十利菩萨 问什么呢 说什么是菩萨的净气行 就是菩萨 他的精进 他的修行 的内行 云何为处 他的对象是什么 文殊十利大悲天子 回答说天子啊 诸菩萨净气行者 菩萨的净气行 菩萨修行的主要内容是 大悲也 就是大悲 就是要修大悲 菩萨要修行的内容就是修大悲 挫着有情也 他的对象就是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那么这些经文呢 都是说明 作为菩萨的修行 开头啊 就是首先就是要 整个修行就是要建立在 大悲的基础上 要建立在悲悯之心的基础上 那么接下来讲 重要者 就是在菩萨道的修行的过程中 大悲它是 这个贯穿着它的整个修行 这是说 在菩萨道的整个修行过程中 大悲 大悲 这种悲心啊 一直都是很重要 那么在 在这个 道次第论里边啊 把它分为初重要 中重要和后重要 初重要就是刚刚 发生的时候 它很重要 中重要 就是在这个菩萨道 修菩萨道的过程中 这个大悲心是很重要 如果没有大悲心啊 这个菩萨道就修不下去 后重要 就是菩萨道 菩萨即使修行成佛了之后啊 这个悲心还是很重要 还是很重要 那么接下来讲 中重要者 如是虽成一次发心而处者 而处者 若见有情处多 所作恶劣 菩萨学处极为难行 无有边缘 必失禅远 随身怯懦 而堕以巧蹭 中重要 就是这个中间很重要 如是 就是如此啊 就是在菩萨在修菩提心的过程中啊 虽然一次发心 就是发心 我要利益一些众生 这是作为最初的发心 发起来 那么这个发起来呢 一般来说 第一次发起来也不会很难 你只要有一定的悲悯心啊 我要发心 我要利益一些众生 把这种 把这种愿望发起来啊 我觉得不是很难的 你只要具备一定的这种悲悯心 但是你要发起来之后啊 要让这份心啊 能够持续下去 这可就不容易了 这个就不容易了 所以说若见有情数多 所作恶劣 菩萨协助极为难行 那么菩萨发心了之后 看到有情这么这么多啊 然后再看到这些众生啊 这么可恶 一下子就没气了 是不是啊 我们要关在环境里边 要修大悲啊 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呢 如果你要面对一些众生啊 你要修慈悲啊 那这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因为你会看到很多 你讨厌的人 你会看到很多 你不喜欢的人 你会看到很多 你看不惯的事情 你这个时候很快 你就会被你自己的情绪给带跑了 你就会陷入到你自己的情绪里边去了 大悲心啊 早就跑到九桥云外去了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个问题对每一个环境来说 都是比较普遍的问题 除非你的悲心 与经力量非常非常的强大 因为我们环境最大的特点 就是我们每一次面对一个环境的时候 我们都会生起一种相应的情绪 然后呢 我们的心就会掉到这个情绪里边去了 除非我们的内在的这种智慧 和我们的悲心 它的力量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我们有能力始终安住在这样的一种大智慧里边 我们有能力始终安住在这样的一种无限的悲心里边 那么那些情绪啊 我们的那些心灵天空里边的那些情绪啊 它对我们才是无可奈何的 否则的话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众生的时候 我们信誓旦旦的 我们要发慈悲 感觉好像自己也发起来的样子了 可是我们一面对具体的人和事啊 马上就会把我们的情绪啊 把旁服心马上就调动起来的 那菩提心啊 这种所谓的大悲心啊 早就跑到九窍云外去的 所以呢 菩萨菩萨的菩提心之后啊 他看到这个众生也多 然后众生又可恶 看到这个修行啊 这么难 而且呢 时间又长 要没完没了地坐下去啊 想了想了就害怕了 想了想了就没劲了 哎呀 还是自己解脱吧 这个事情难办啊 不好办啊 还是自己解脱吧 这个众生啊 这个慢慢地让他们轮回去吧 所以呢 花了这个大悲心之后 不是花一次 非典花一次啊 一家休息 我们天天要修大悲心 大悲心要天天修的 要不断地修的 也就是要把我们生命内在的这种 大悲心要不断地去培养它 每天要给它加养药啊 其实每一种心的壮大 我们都要不断地给它 给它增加营养啊 给它增加营养 让它赶快壮大 赶快壮大 在我们的生命中啊 形成一种极大的力量 那么 菩提心的修行呢 就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快地 来断大 在我们生命中的这种慈悲心的力量 这个慈悲心的这个念头 其实我们说慈悲心的力量就是慈悲心的这一个念头了 你要让它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要大到就像你现在 比如说有的人 称恨心力量特别大 那你看看你的慈悲心 能不能超过你的称恨心 就是要培养这个慈悲心的力量 要让它大到超过我们的内心里边的任何一种心理力量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的菩萨心的修行 那你就游戏了 否则的话 还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感觉这些念头 这些慈悲心的每一个念头 力量都是很大 不顾自苦乐 不厌利他 则素能圆满一切之良 唯有当我们菩提心 壮大到无以伦比的时候 我们才能做到不顾自己的苦乐 对于利他的修行 一点也不厌还 就是利益众生 浑身碎骨 也在所不喜 就不断地这样去做 如果我们只有不断地这样去做 我们就能够很快地能够圆满一切成佛的资良 很快能够圆满一切成佛的资良 所以这个悲心呢 究其慈悲也是一种造业 修其慈悲也是一种造业 我们过去讲到这个造业 我们说到造业 最容易想到的是什么 我们想到的是恶业 我们还会想到的就是忏悔 对吧 因为我们想到的是恶业 所以造了业我们就要忏悔 所以反正好一样 我们想到说恶业嘛 造业 造业多数都多半都不是好东西的 可是在华言经告诉我们啊 这个菩萨道的一切修行 其实都是属于造业 也就是我们不仅仅在我们的修行的过程中啊 我们不仅要积极的止恶 我们还要积极的造业 其实有的时候积极的止恶啊 你可能觉得不容易 为什么不容易呢 因为你止恶 你靠什么力量来止恶 我问你 我们学佛无非就是一个就是 我们生命中 有很多烦恼的这个业 那么也有呢 这种善的业 当然善的业力量是普遍是比较弱的 那我们想要止恥这些不善的行为 我们靠什么去止恥 靠什么去止恥 那么如果按僧文成的修行啊 他采用的是什么方式呢 他采用的是什么方式啊 他采用的是眼离的方式 就是眼离啊 我远离这些不善的环境 我自然就不会造业了 我躲到山山里面去 我怎么样去造业啊 我不要去面对这些五义六成 我不要去面对诱惑 我的恶的种子自然也就不起现形了 对吧 但是我们今天的人啊 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 尤其是我们在家的基地的修行啊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远离这种不善的环境 他面对每天要面对很多诱惑 同样我们出家中也是一样的 面对今天这样的一个众多诱惑的社会啊 我们想要避开一切这些诱惑啊 其实已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 所以你想要通过避开来完成修行 通过逃避来完成修行啊 其实在现在的社会它不是一种很高明的方法 因为你是避不开的 这种互联网啊 这种多媒体啊 这种电话啊 这种社会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深圳的诱惑啊 你根本避都避不开的 所以呢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去修学 采用这种菩萨道的这种修行的话 也就是我们积极地去造业 积极造什么业呢 积极地去造善业 也就是在生命 也就是在这个 也就是 在积极的造业的过程中 这种快速地把我们生命中的这种强大的这种善的力量把它培养起来 正念把它培养起来 当你把这种正念啊 把这种善的力量啊 培养起来之后啊 你自然就有能力去抵挡那些不善的力量 因为我们心灵天空它总是要被不同的念头占领 如果没有被善的念头占领 就要被不善的念头占领 如果我们去强化我们生命中的这种善的力量啊 如果一旦这种力量 它有足够的强大的话 那么不善的念头 这些烦恼啊 情绪啊 它在我们的生命中啊 它的力量啊 自然也就变弱了 所以在华言经里面就是讲 菩萨应该做什么业 菩萨应该做什么业 菩萨什么业 菩萨应该做 什么业菩萨应该做 就是修慈悲啊 发菩萨心啊 利益众生啊 所有的这些 包括正的空性 都是属于造业的幻头 就是菩萨要积极地 去造许许多多的正面的业 以这些正面的业 善的业啊 去抵挡我们生命中的这些不善的业 其实这种积极式的修行啊 比那种消极式的避开 逃避啊 逃避自己和逃避环境啊 其实它的意义啊 非常重大 非常重大 所以这个也是在华言经里边啊 就是华言经里边专门有一段就是讲 菩萨应该怎么造业 应该造什么业 讲得非常的详细 就是我们应该作为菩萨道来修行 尤其慈悲心的这种业 我们就应该积极地去造 这利益众生的业 应该积极地去造 在造的过程中快速地培养 我们生命内在的这种慈悲的力量 以此去化解和抵挡啊 那些贪生痴的力量 那么这对菩萨来说 它是一种非常主动而又积极的修行 那么所以这个大乘的修行啊 的确是特别适合我们现代的人 后重要的诸佛得果 微如巧乘 助以寂明 人既惜空界利乐有存 亦乃大悲之力啊 为什么说后重要呢 就是 这个就是修行成就之后 这个大乘还是很重要 诸佛得果 诸佛修行 就是这个菩萨道来修平啊 最终成就了佛果 成就了佛果之后呢 归如小乘 助以寂灭 就是不同于小乘啊 助以寂灭 也就是个人助以寂灭涅槃 而是 能尽惜空界利益有情 而是能够尽未来记忆的利益重生啊 如果像僧文的 修行呢 最终就是正的灭谈 正的灭谈 正的灭谈 那就是进入一种寂灭的空定海洋中了 但是菩萨道来修平不是这样子的 菩萨道来修平是成佛 那成佛了之后呢 成佛不是不敌 成佛是为了更好的利益重生 成佛是为了更好的利益重生 所以我们说 这个修行啊 行菩萨道是为了成佛 还是成佛是为了利益重生 我们这个观念要搞清楚 当然行菩萨道呢 我们唯有要通过修菩萨道啊 才能完成佛果的修行 因为如果你不修菩萨道啊 你就没有办法完成佛果的修行 所以从 修菩萨道的意义上来说 它本身在因果上就能够帮助你 圆成无上的佛果 这是一种自然的一种因果 因果归例 通过修这个菩萨道的因 最后能够成就 无上枯其的果 但是呢 作为菩萨道来修行啊 你不能想着 我修菩萨道是为了我个人成佛 如果你想着 我是为了我个人成佛 所以我才去修菩萨道 那么 如果你以自我为中心去修菩萨道啊 想为了我 然后再去修菩萨道啊 那么你这种修行就没有办法圆满 你的心情上没有办法达到很干净 因为你还有我在这边 因为成佛的修行 必须要彻底的我 所以在这个佛琪心的修行里边 就是经常提出 就是要唯利有形验成佛 就是我们天天 不见的这个修圣 唯利有形验成佛 我为了能够更好的利益众生 为了能够无穷无尽的利益众生感 所以我才成佛 所以我成佛不是为了我要成佛 而是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 因为只有当你成佛了之后 你才能成佛这种无尽悲艳的这种品质 当你具备这种品质之后 你才能够很自然的无我没有我的平等的无限的去利益众生 就是说你之所以能够利益众生 之所以能够被众生生起平等 那是因为你的生命中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高端的品质 你的这种生命的品质就决定了 你能够这样去做了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这些没有具备这种品质的人可以想象的 这种品质就像什么 你具备贪心 你很自然的看到东西你就会有其贪心一样 你具备的称恳心这种品质 你看到了人要骂你 你很自然的生起称恳心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你的心里你的品质就决定了你会这样去做 同样的如果我们具备成佛佛菩萨的这种无尽悲严的品质 我们就很能够很自然的 对一切众生生起平等之心 对一切众生都能生起无限的慈悲与心 就是这是你的这种品质就能够决定了你会这样去做的 当你具备这种品质来说 你这样去做一点都不免强 它是一种热命 热命就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行为 它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行为 就像一个贪心很重的人 看到喜欢的名字 他就生起贪心 他不要想就不用想 那因为他的心里 他的品质就决定了 他会这样去做 那同样的我们具备的这种无尽大悲的品质 他自然就能生起这个大悲的品质 所以现在我们难就难在 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品质还没有形成 我们这种心里的力量 当同一声闻也 那你就跟声闻没什么差别 你即使开了智慧 最后就是完成这种状怀的解脱 也就是成就解脱 七如价舌 出种 种水 后能成熟而为重要 只有农民耐 专家一样 这处要播粟 然后播了粟之后 要不断的浇水 最后成熟 还有这样三个过程 同样活活的修行 这个大悲 这个大悲 他也贯穿着自始至终 贯穿着自始至终 都不能离开这种悲心 贵佛果一初中后三大悲为教 所以在佛果修行中 从开始到最后成就 始终都是贯穿着成就这种大悲的心 成就这种大悲的心 所以成佛是成什么 成佛也就是成就佛的品质 也就是一种生命品质的成就 这个我们要很清楚 要不过去我们说到 我要正果啊 正阿罗汉果啊 我要成佛啊 成佛是不是一个稀无缥缈的东西 不是的 正阿罗汉果是不是一个稀无缥缈的东西 不是的 它是一种代表的一种境界 是代表的一种生命的品质的成就 它是实实在在的 当然这个是对有体验 已经证得的人来说 它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没有证得的人来说啊 那它还是很嘲笑 此记得月称论诗之言也 这个是月称论诗说呢 这个月称论诗告诉我们呢 大悲惊在成佛修行中 至此至尊的重要性 让我穷蹲巴 比奥底侠生者请求教授 让我穷蹲巴 对 奥底侠生者面前请求教授 这是请求开示 这种 蹲着毁与 这四天心 修菩提心 此外无疑 你们能够意识到 这两句话的分量吗 你们能够感觉到 这两句话的分量吗 这是新妙啊 这就是新妙啊 这就是佛法的新妙啊 佛法的修行 所要做的就是 使世间心 修菩提心 我当初看到是一个人后 我一看到这两句话 我就感觉到 它是新妙啊 它就是整个佛法的要领啊 所以我在写 道次第论的修学要领 就是这一本书里边 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 使世间心 发出提心 这是道次第的 这是整个佛法的新妙啊 佛法的修行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其实要做的无谓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呢 就是舍弃世间的心 也可以说舍弃环的心 还有呢 就是 成就佛菩萨的品质 我们也可以简单地说 舍弃环的品质 成就佛菩萨的品质 我们现在就是环环 我们要舍弃环的品质 舍弃环的心 然后呢 成就佛菩萨的心 怎么样成员成就佛菩萨的心呢 那就是 修菩提心 也就是瓜菩提心 或者修菩提心 修菩提心就是 专注我们 成就佛菩萨的品质 所以 使世间心 修菩提心 使外如一样 除了这个以外 佛法没有别的东西 整个三项 宣布典籍所要做的 无非就是 当作我们认识 世间心 然后舍弃世间的心 然后 修菩提心 凌菩提心 然后来完成这种 佛菩的 品质的成就 就是这些东西啊 佛法没有别的东西了 舍世间心 修菩提心 要记住哦 这是心药哦 你要抓住这个心药去写 你就知道你的修菩提心 要干什么了 舍世间心 看看你舍掉多少了 修菩提心 看看你花起 花起多少了 如果这个工作不做啊 我们一天都还想着开幕啊 但是不是乱想 哥西尊巴笑语 哥西尊巴笑语 听了之后啊 尊尊巴是 阿底达尊者的上嫂弟子啊 那听到阿底达尊者这么说啊 他就要旁边就笑了 此乃尊者出教授之心药语 就是尊者啊 最新药的能告诉你的 活法的最精药告诉你 活法的精药告诉你的 但是一般人很难认识到这两句话 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究竟有多大的分量 当之是法之命脉 能得决定 维持最难 今述处处极畅 极耳华言等心论 以后缘故决定 就是要认识到啊 这个发菩提心啊 行菩萨行啊 发菩提心啊 这个修大悲心啊 这个舍世间心啊 这是法的义脉 法的根本 法的最规处 所有的一些教法的学习啊 最终都要落实到 舍世间心 丢佛提心 所有的教法的学习啊 都要落实到这两句话 其实我现在讲佛法 基本上也都是围绕着 这两句话 因为我感觉到 整个佛法要做的 就是这个东西 一个就是要舍弃什么 一个就是要修什么 很清楚的 这是要的 这是命脉 如果你不能到 落实到这两句话上 你学的是没有用的 所以单之是法的命脉 能得决定 维持最难 能够生起决定的性别 这是不容易的 所以 西数数极畅 极有华严险经论 以求坚固学病啊 就是对这个菩提心的认识 对这个大悲心的认识 对这个菩提心教法的认识 可能我们也还需要有相应的 这个善跟苦的因缘 这个善跟苦的因缘呢 要生起这个善跟苦的因缘 我们还要不断的忏悔 有的时候业障也会障害住我们 比如我们业障太重啊 菩提心花不起来 比如说我们在世俗的这种物意上陷得太深 或者烦恼太重 菩提心也是花不起来的 所以是要忏悔 每天要忏悔 同时呢 要广泛的阅读华严等经论啊 要广泛的读中大成经典啊 华严经啊 涅槃经啊 大成经啊 通过广泛的阅读大成经论 对这个菩提心的教法生起坚固绝病的病解 他能生起坚固绝病的病解 来颁顾我们认识菩提心 认识菩提心的书生 认识菩提心对我们改善生命 对于这个人力世界的进化和改善啊 究竟有多么多么重要啊 就是需要通过解体啊 还能认识到的 如玛临屠萨因 佛之心宝贵 能言菩提九宫 为佛之需要 一人莫能之下 佛的心 佛的心宝贵 佛的心是什么心啊 这是菩提心啊 这个菩提心呢 是无价之宝啊 是我们生命中的无价之宝啊 也是这个世界的无价之宝啊 因为这个心能够帮助我们 连成无上菩提 能够成就无上菩提啊 它是成就菩提的种子啊 也就是成就成佛的种子 为佛之师要 余人莫能之下 唯有佛才能够认识到这种心 是多么的可贵 多么的可贵 其他人是认识不到的 那么这个前面讲的就是这个大悲心啊 在冠上的整个 菩萨道修行中的自始至终的重要性 然后接下来要说呢 就是这个 这个菩提心啊 这个大悲心啊 在七之因果 七因果的修行中啊 它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 它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 在七之因果啊 它底下正在七之修行中 这个大悲心啊 它是一个核心的东西 就是 我们说这个七之因果也就是 知母 念恩 报恩 然后呢 就是 慈 悲 真善意乐 然后发菩提心 这个是七之 那么在这个七之里边的菩提心啊 是属于 处在一个相对的比较中心的地位 是 知母 念恩 经过的修行中 当中我们活在这种悲敏之心 大悲之心 它是围绕着大悲的这个核心来修行的 所以现在先讲的就是 这个祖母念恩报恩跟大悲心的关系 总之唯一令离苦者 若复复思维必有辛苦 虽已能生 然令彼心意气及猛力坚固者 则先心已有情 有业力尽盖之下 我们说发福利心 修大悲心 修悲心 悲的特点是什么 悲就是离苦 慈 慈就是我要给你快乐 那么这个悲呢 悲就是那种悲敏之心 那个悲敏之心呢 就是要帮助众生从这个痛苦里边解除出来 帮助众生离开痛苦 帮助众生离开痛苦 解脱痛苦 这是一种悲心的心理特征 是悲心的一种心理特征 就是要帮助众生离开痛苦 解除痛苦 那么怎么样才能身体这样一种心理活动呢 这种悲的这种心理呢 若复复思维必有辛苦 是一年生 我们经常想着 哎呀 哪个人怎么苦啊 这个世界众生怎么苦啊 我们学长就这么在想着 当我们做这样的思维的时候 这种悲敏之心也能调动起来 但是 因为我们只是做一个非常笼统的 我们知道啊 世界众生很苦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众生很苦啊 我们经常也都会有这种感叹 哎呀 现在人活得很累啊 生存不容易啊 这个 生存很接近啊 工作压力很重啊 经常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叹 但是感叹的过程中呢 我们也能够对这个世界的众生啊 生起悲敏之心啊 但是这种悲敏之心啊 其实呢 它是非常非常的有限 其实它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啊 就是如果说这个悲敏之心 应该要达到一百分的话 事实上我们这个 通过这样的一个笼统的 就是我们想着众生的苦而身体的悲敏之心啊 可能只有五分到十分 在一百分里面可能只有五分到十分 所以光是这样 还是不停的 那么应该怎样才能让这个悲敏之心 力量变强大呢 把对方悲敏之心 把对方悲敏之心 那么如果我们对这个对方的众生啊 要能够生起坚固的猛力的强烈的 记忆大的 将来有悲敏之心啊 那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前提 要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先要对这个友情啊 生起热意真爱意向 热意就是你喜欢 你少一下对这个众生产生好感 然后接着呢 你要对他有这副爱心 你喜欢他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对他没有好感 或者说你对他没有感觉 你说你悲敏 你说你对他成起悲敏之心啊 就像我们经常在路边会看到很多东西 你看到之后呢 你可能也会有一点点悲敏之心 但这个悲敏之心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可是如果你看到的是你家里面 或者你看到的是你的朋友啊 或者你看到的是你的孩子啊 你的心麻烦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的悲敏之心能够生起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啊 其实就是请接你对这个众生的好感 和这个爱心啊 和这个爱啊 究竟能够达到一种怎么样的程度 也就是你的好感 也就是你的好感 也就是你的爱有几分 你的悲敏之心啊 就会有几分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明这个道理 如亲有苦 则不堪忍 朝人有苦 则生欢喜 以周妙有苦 多生气责 如果我们看到亲人有苦 我们的这个亲人啊 父母啊 兄弟姐妹啊 这个 或者说我们之间的 我们自己的儿女啊 徒弟啊 还是说这个 朋友啊 就是你的亲人 你有苦的时候 有痛苦的时候 你就不能贪忍啊 你就觉得很着急 非常的着急 这个人 当然这个着急的程度啊 往往也是跟 这种亲的程度是有关系的 就是以我们世界上的人来说 就是跟这个亲的程度是有关系的 朝人有苦 则生欢喜 看到你这边家朝人啊 痛苦啦 遭殃啊 你欢喜呀 活该啊 幸灾乐祸 好人有苦 则生欢喜 以忠庸有苦 多生气责 忠庸 既不是你的亲人 也不是你的朝人啊 当他少古少位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 就像我们每天 你看看到那些电视啊 网络啊 到处在报道这些天灾人祸 你最多摇摇头感叹一下 马上就忘记了 没有感觉 是不是这样啊 一般人心里是不是这样啊 我觉得这个宗大师啊 他这个道师弟啊 真是对人的心理啊 分析得很透彻 所以这种修行就是建立在我们一种常规的 整个人心里的基础呢 还有的常规的心里 然后再进一步的怎么样去调整 此中粗的 是一亿中有爱乐度 一笔有极喜之真爱 则对比苦生起极喜之过能感 粗 就是前天讲的 轻人有苦啊 不堪能感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就会很着急啊 哎 是一亿中有爱乐者 就是对这个亲人有苦 为什么不堪能 就是对亲人有苦 为什么不能堪能啊 为什么很着急啊 难过啊 那是因为你呢 对他有爱心 你喜欢他 你对他爱 有爱 有爱的有苦 因比有极喜之真爱 则对比苦 便生起极喜之不忍 你对这个你 这个亲人啊 你有极婚的真爱 也有极婚的欢喜啊 那么你对他的苦啊 就会产生极婚的不忍 就是有一分的爱 就有一分的不忍 有十分的爱 就有十分的不忍 有一百分的爱 就有一百分的不忍 所以这个不忍的程度 完全就是起别 你对他的爱和欢喜的程度 那你们想想看是不是啊 忠下真爱 其巧不忍 如果你的爱子 是一种忠本的 或者下本的 那这个忍啊 这个不忍啊 不忍心 这个难过啊 也就是忠本的 下本的 忠心即正爱子 则虽有为苦 一起大不忍 如果你是特别特别的爱啊 你对他的喜欢啊 爱啊都是极致的 那么对方就是有一点点小小的痛苦 就像那种母亲啊 对儿子 对自己的这种宝贝儿子一样啊 他就是有一点点苦 你都会产生极为不忍啊 虽为不忍 那么这个主讲 这个解释的是第一句话就是 如亲有苦 这是不堪忍 那么接下来讲 解释第二句话 曹人有苦 则生欢喜 如果曹人有苦啊 你就会生起欢喜喜 若见曹人有苦 非但无以命理 且念其苦 念后教先 这些 教比 尤顺 一末 脱离也 看到曹人 淹加有苦啊 你就会在那里 幸在乐祸啊 这个 非但无以命理 希望他 哎呀 这个 这个 希望他能够长时间的遭殃 不要解脱 非但无以命理就是 非但不要让他离开痛苦 千年其苦 愿后 这个 这个 教比 流水 一末 希望他的苦啊 能够越来越厉害 希望他的遭殃 越来越重 哎 那么你在那里呢 就会越来越开心 这就是一种不正常的声音 就是那种 称恨心啊 这种称恨心 的发作 哎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感觉呢 概为不乐意所知 因为你不喜欢他 因为你讨厌他 所以你才会产生这种 这样也有奇迹 比互以不乐意之大乔 比其港苦一生 而喜之欢喜 那么同样的 对于对方产生痛苦 你的幸灾热祸的程度啊 哎 也往往体洁于 你对这个人的讨厌的程度 怀恨的程度 哎 你的怀恨这种 怀恨的程度越深啊 那么你的幸灾热祸 对方生痛苦的时候 你的幸灾热祸 就会越厉害 如果对方呢 仅仅 如果你对他的怀恨很险 那么你的幸灾热祸啊 可能也是比较切的 哎 那么也就是说 一个人对别人的爱呢 对别人的这种悲悯的心啊 往往是跟你对他的这种爱 有爱和没有爱 这个是有关系的 好感没有好感 这个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这是我们环虎的心 因为我们环虎就是 完全就是给自己的一种好恶 一种比这样的一种好恶啊 来自对自己的行为 以中庸之苦 既无不忍 亦无关系者 以亦不亦皆无之所自言 那么同样对于中庸 就是中庸的关系 就是跟我们既不是朝人 也不是严家 这种关系的人 产生共同 你没有不忍 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你对这个人既没有好感 也没有坏感 没什么感觉 就是没感觉了 没感觉 所以你好不好啊 是你的事 跟我没有关系 跟我没有关系 那么这一段话的证明是什么呢 它比较证明一个道理 就是说 你要真正的对众生啊 生起这种悲悯之心 解除众生的痛苦啊 这种悲悯之心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啊 完全就是启迹于你对众生的这种 喜欢和爱的程度 所以你先要培养对众生的好感 也就是你先要培养对一些众生的好感啊 这是我们生起悲悯之心的前途 慈悲心 这个引发慈悲心的前途 那就是要培养对众生的好感 如果没有好感的话 如果你的好感仅仅是很有限的几个人 那么你的悲悯之心可能就会在很有限的几个人的身上 如果你能够对一切众生都能生你好感啊 那你才有可能把你的悲悯之心啊 那你才有可能把你的悲悯之心啊 那你才有可能把这个悲悯之心啊 你才有可能把这个悲悯之心啊 扩大到一切众生的身上 否则的话呢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的感觉你的心 你的心态你的感觉就决定了 你没有办法这样去做 你的感觉你的心态就决定了 你没有办法这样去做 因为你的心就是一个很假的 就是一个充满着好物 充满着不平等 你怎么可能 去对一切众生生起无限的平等的悲心呢 因为你没有这个心啊 你没有这样的一种心啊 你没有成就这样的一种心理啊 除非你成就了这样的一种心理 因为你能有什么样的心 才有可能说出什么样的话 做出什么样的事 如果你没有这种心理 你就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 这个说的很脱菜啊 很有意思啊 那么 这个 然后接下来就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认识到这个好感 怎么样来培养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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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修有情为亲 乃为发体悦日 而亲之就近 学为母亲啊 故修知母念恩 报恩三日 能成 真正成就业力爱惜之心 六位 六位友情 爱有一直支持的 是前三之果 有此而生大悲远 这个 就是说我们要对友情生起好感 怎么才能生起好感呢 那么跟对我们通常来的心理啊 就是我们对亲 对亲人 我们对亲人比较容易生起好感 别的跟我们有亲 有关系的人 别的跟我们有关系的人 我们对亲人比较容易生起好感 那么在这些 关系里边啊 最密切的关系 那就是母亲 最密切的关系就是母亲 所以在亲之就近者 结果也是母亲 真的 为什么不和儿子啊 啊 像我一起会聚 Aqua 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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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在佛地里面 经常也有比菩萨 看到这种水果 经常就要把它们想象为 像自己的独生子一样 经常有做这样的一些说法 但是如果作为一种修行来说 比如说要观想盒子 这很多人就比较难以想象 尤其是我们自己也出家了 但是母亲每一个人都有 对吧 没有母亲那就是石头奔出来 所以 就是要这个母亲在所有的亲里面 这个母亲就是跟我们最亲的 故修之母念恩报恩 三者则能成就业力爱情与之心 当然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说修母亲 观想是母亲 但对现在的人来说 观想母亲有没有用啊 没有用 对啊 不要说过期的母亲 对现在的母亲也都没有用 有很多人对现前的母亲都不会孝顺的 比如说观想过期的 我现在都缓不过来的 每一个家庭独生子女啊 上面什么母亲啊 前娘后娘 丈母娘 什么娘一大堆的 根本就是缓不过来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麻烦的问题 所以修了支母之后 觉得要念恩报恩 你要念恩 现在人之所以对母亲不孝顺 也就是因为她不懂得念恩 你经常要想到母亲更加好处 所以下面有专门 有教我们怎么关系啊 母亲怎么把你生下来啊 怎么样把你服役成人啊 要做这样的一系列的观想 就是念恩 当我们通过念恩了之后啊 我们才有可能生起真正的报恩之心 所以念恩之后呢 就是报恩了 所以修这个支母念恩 报恩三个啊 能成乐意爱习之心 才有可能生起乐意爱习之心啊 我们能够把一个众生 或者说甚至我们把一切众生啊 单独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不断地思考 她对我们的好处 然后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会对她生起好感 对她生起爱情 又一有情 情如意又一有情 爱如意子之持者 是前三之果 从知母念恩报恩 然后生起慈心 这里的慈啊 这个通常慈的定义是什么呢 慈的定义主要是 就是以乐 给她快乐 那么在这里呢 主要就是指的 就是一种 就是扫边就生起好感 就是一种乐意的词 词就是一种乐意的词 就是她是喜欢了这样一种词心 就是要把众生要看作 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 就是你对众生的观 你对这个 你修这个慈悲心啊 你可以修字母 但是呢 如果对我们这一家经历来说啊 你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德子 也是可以的 你把这些重生啊 都看作是你的诛生子 这样来看待 那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啊 培养这种慈悲之心 那这个慈心的生起啊 它就是前面的这个 这个资母念恩 报恩的结果 一种心理引导 一种心理 一种心理活动的结果 通过一种观想 形成了一种心理活动 然后都产生的结果 由此而生大悲悲 因为当我们对众生 有这种 把众生看过像自己的 这个母亲 或者把众生 当作像自己的独生 自己一样 身体这样一种喜悦 好感和爱心之后 然后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很容易 对一些众生啊 生起悲心 同情心 所以悲心呢 就是建立在 资母念恩 报恩 等这样的一系列的 观修的基础 也就是说 我们对众生的持悲心 不是想生理就能生起 我们要通过一系列的观想 我们每天要做这样的观想 若以乐至慈以悲 则不显现因果之决定啊 就是慈跟悲 是不是有因果关系呢 慈是不是一定就是建在 这个因为因 悲就是果 其实这个不决定 慈如果通常来讲 慈就是指的是以乐 悲就是发苦 这个慈跟悲 它是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 乐意的慈 是生起悲 是生起悲悲之心的因 而悲悲之心啊 同时也可以作为乐意之慈 所以慈跟悲啊 它的两种心理特征 不太一样 但是这两种情 其实它是可以作为 互为因果 它本身是 如果单独的来说 它是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 慈之音果里面 所说的这个慈啊 它有特定的对谈 就是指的是 一二一慈 一二一就是 专门对忠诚场的好感 那么这一份好感 它是生起悲心的一个前提 所以说慈是悲的 因为慈 所以才能生悲 就是因为好感 所以才能生起悲悲之心 那么对忠诚的好感 是生起悲悲之心的 前提 也就是我们对忠诚的悲悲的程度 就是体质有好感的程度 也就是我们对多少人有好感 我们就会对多少人有悲悲之心 我们对每一个忠诚的好感的程度如何 那么我们的悲悲之心啊 就能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在生活中 我们去检讨一下 是不是这样 其实很多修行啊 都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内心去检讨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觉得这个道理都是很平静的 都是我们自己心里的一些东西 一点都不咸夫的 他讲的就是我们的心里 修此一切有情为心正 亲属是发心生起之音 乃越生奥舍尼 大德莲花界奥舍尼所说也 关于这个就是修一切有情为亲啊 为母亲啊 然后来产生发菩提心 发大悲心啊 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啊 他的思想是来源的就是 叶称奥舍尼 大德莲莲花界 那些奥舍尼啊 奥舍尼 什么叫奥舍尼啊 新教师 在他们的论典里边都没有说到 这个道理啊 有时候教师说不是我说的 这些印度的这个大德莲也都是这么说的 这个悲鸣的心啊 固然是每一个人都有 但是呢 多数人的悲鸣心啊 其实是非常的有限 非常的狭狭 如何要能够 让这一面的悲鸣之心啊 扩大 也就是扩大到更多人的身上 如何呢 要能够让这一份 这个悲鸣的之心啊 能够更能够持久的产生作用啊 那么这个一定要通过特殊的信念 所谓特殊的信念呢 自母念恩报恩 也就是要培养对一切众生的好感 那么通过这个修行之后啊 那么以这个悲鸣之心为基础啊 然后才有可能升起真正的菩提心 还有可能真正称之菩提心 所以菩提心啊 是建立在悲鸣之心的基础呢 菩提心的大小 力量的强弱 基本上也是起格于 跟这个悲鸣之心是有关系的 但是呢 通过菩提心的修行啊 它又能够缓过来 其实菩提心跟这个悲鸣之心啊 它是有不为因果的关系 因为有悲鸣之心的基础 我们才有可能升起菩提心 所以说大悲心真正一乐菩提心 那也就是说菩提心是建立在 悲鸣之心的基础上 但反过来呢 因为菩提心啊 才能张扬 壮大 这个悲心 把我们众生的这份很狭隘的悲鸣之心啊 变成中国菩提心的大慈大悲啊 那么这个过程 一定要通过修菩提心来完成 一定要通过发菩提心来完成 如果没有发菩提心来发 那是不能完成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书上 就是说 在这个七十英国里边 在悲心之后 还有真善意乐和八心 真善意乐的心和菩提心啊 是悲心的结果 是悲心的结果 也就是都是建立在悲心的基础上 真善意乐的心和菩提心 成其果子 依前次必修其 生起悲心 则于唯利有情 亦得成博 亦能成心 什么叫真善意乐呢 真善就是一种强大的 亦得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意愿 就是一种强大的意愿 什么样的强大的意愿呢 其实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都有意愿 比如我要成就一关事业啊 我要这个 要单官啊 还是要做什么 都是有自己的意愿 当然人的意愿有大有小 有的人这种意愿很坚定 有的人这种意愿比较弱 那我们现在要成佛呢 这也是一种意愿 我要利益一切众生啊 这也是一种意愿 那真善意乐就是一种 我要利益一切众生啊 我要解脱一切众生 作为我的 人生的使命 作为我生命的目标啊 这样的一种意愿 就是这样的一种 具有承担性的意愿 比起花心 花心就是花菩薄心 就是这种意愿和花菩薄心的意愿啊 都是建立在悲心的基础上 都是需要有悲心作为前提 如果没有悲心啊 你很难产生这样的一种 对一切众生承担的意愿 和解救一切众生痛苦的这种意愿啊 一 前次必休息 升起悲心 这一唯利有情 亦得成果亦能升起啊 根据前面的次第的修习 就是知母念安 报恩 报恩 通过这个次第的修习 然后 然后 隐身悲心 隐身悲心 那么在这个悲心的基础上呢 有了这个悲心之后啊 那么就会对众生升起 就是这个 就是吃悲心 就是要想要利益众生 有了悲心之后就会想着 我要利益众生 我要搬入众生 我要搬入众生呢 当然这个搬入 究竟的搬入 就是要搬入众生成果咯 像金刚银里边所说的 我就要灭入无量无边众生啊 都要让他们进入无益 灭盘和灭入 就是我要搬入 这种搬入 要搬入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要搬入他们成果 那么就是 这里问出的问题是什么呢 也就是申请悲心之后 你想着利益众生 想要众生成果啊 这个过程就是 悲心之后就可以完全了 有了悲心之后啊 应该就可以完全了 那么为什么 还要增加一个真善意乐 为什么还要增加 悲心之后还要增加一个真善意乐 然后再进入福西心 就是中大师 就是根据我们常人的疑问啊 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有了悲心 按道理就可以了 就要想着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成果 为什么还要再增加一个真善意乐 那么下面的回答就是说 不惜生起心力 强正之真善意乐 是从 还被问经中而知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从悲心啊 生起利益众生的心 想着利益众生 要帮助众生解脱 痛苦 解脱人回 其实这种心啊 身文人也是有的 身文人也会有的 不仅仅是菩萨才有的 但是身文人虽然有这种心啊 他没有一种承担的责任 他没有对解除一些众生的痛苦啊 生起一种承担的责任 福帅跟身文人的不同 就是一种身体 一种承担 把这样的一种发心 变成一种强烈的意愿 把它作为一种生命的目标 生命的一切 就是 就是说 如果你仅仅是有慈悲 没有这种真上意乐啊 你虽然也能度众生 但这种度众生 只是很随缘性的 它没有极大的力量 所以还需要有真上意乐 唯有这种在这个真上意乐的基础上 生起这种菩提心啊 这才体现的菩萨道的菩提心啊 慈悲心啊 以身文人的慈悲心啊 是不一样的 它是不一样的 如此若立生起 度脱有情之心 当面我今如此 既一切有情 既一有情之利力 亦不能圆满做到 非但此也 重点二种罗汉会 并仅能力少数有情 亦为能成结果而已 亦一切种子亦不能安逸 就是 接下来就是说 为什么要花菩提心啊 为什么要花菩提心 为什么要成佛 为什么要花菩提心 为什么要成佛 如是若立生起 度脱有情之心 如果我们生起啊 想要利益一切众生的心啊 我们要利益一切众生 要度过一切众生 那么我们首先要看看 我们现在的处境 当面我今如此 当面我今如此 以我现在这样的处境 以我现在这样的能力 我有没有办法不众生 即一有情之意 不能圆满做到 我即使要圆满地去利益一些有情 恐怕说感觉自己很难 感觉自己很无力 就是以我们心有的这种环乎的身份啊 我们想要利益众生 但是我们众生自身啊 从内在的烦恼啊 外在的条件啊 这个 就是你真正要圆满地去利益一个众生啊 都不是很容易的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话题 不提心的话 归但此也 众得那种阿罗汉味 一仅能利少数有情 一为人才解脱而已 一切种子则不能安利 即使是你挣得阿罗汉的果味啊 你也只能利少数的有情 最多啊 伴供他们成就解脱 那么你想要帮助别人成果啊 你还是感觉无能为力 即使你挣得阿罗汉 你所利益的众生有限 你利益的对象 他的成就也是有限 因为你自己都只是挣得阿罗汉果 你要帮助一些人去成果 对 可能他都不太可能 就是因为你也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发心 念此无边有情 满足彼等一切现前的究竟意地 有谁能也 我们想到在这个轮回中啊 有无量无边的友情啊 那么怎么样才能满足和成就这一切有情的现前和究竟的利益 现前的利益 而究竟的利益 究竟的利益也就是成果的利益啊 如果这样一切地思考了之后啊 想到 则为佛有彼堂 只有佛不是啊 只有佛陀啊 还真在有这个能力 得法唯利有其引力的所谓之心啊 我们如果整次感觉我们以防护的身份 要利益众生是有可能的 我们又发现身份的身份啊 就是正在阿罗汉主啊 利益众生也是没有限的 真正要无限的利益 无量无边的众生啊 唯有存活 存活之后啊 你才有这样的厌性 真正的有这样的厌力 有这样的能力 所以我们为了要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呢 那么我们就应该要刮菩提心 也就是要成果 一定要肯定要成果 要快点成果 快快地成果 唯利有情愿成果 我为了要利益众生 所以我要成果 成果不是为了我自己要 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 利益更多的众生 就是为什么要花菩提心啊 为什么要成果啊 成果就是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 那么前面表现就是 主要就是修这个 就是修这个大悲心 修这个大悲心的重要 主要就是修这个大悲心的重要 愿意去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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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激一切 苦激一切 我愿意众生 我得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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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观看 多谢观看